曾高居世界第七的羽球男霜李楊 李哲暉去年底拆火 沒想到這麼快就在全國排名賽 迎來第一次正面交鋒 被分手的李哲暉 賽前表情仿佛要打開殺戒 比賽中因為失誤跳腳 或是拿下順利時的激動吶喊 相信大家都很好奇 兩位男主角抱著什麼樣的心情應戰 還好就是因為平常練習的時候 也是會分開配然後練習 其實習慣球也都知道了 所以打起來就比較清楚一點這樣子 下去的時候其實沒有在管對手的 只是盡量把我跟博軒的特色 兩個人都可以發揮出來 我自己是還蠻開心的 莫名其妙的開心 就是覺得反正輸則會對我來講也 當然對我來講可能 當然大家都會說有話題心也不想輸 但是我自己是這麼覺得 我們真正的主戰場並不在國內 之後我們當然就以朝國際開始慢慢努力起來 根據消息指出雙方拆火後還沒有聊過天 李楊也表示賽前想搭話卻是吃了閉門羹 究竟分手後還能不能當朋友 多虧大會安排贈送兩人自畫像的環節 讓他抓緊童框機會上演世紀大和解 我要跟他講話他就好 我在露室還很奇怪 他就這樣 我就喔好吧至少沒去算了 我自己這邊當然是要看哲迴啊 畢竟對啊哲迴願意當我 OK的 學長下次我改進抱歉啊 好不習慣啊 哲迴抱歉我改進 在房間是滿尷尬的 我還是先安靜好了 先讓哲迴靜靜 現在好很多了 兩位好手接下來都要和新夥伴 展開多場國際賽 未來能不能繼續當麻吉 就看時間來證明 如果能好好相處維持良性競爭 對球迷而言也是最樂見的情況 YTV新聞兩位汪明妍採訪報導